第六題 水氢氧化鈉氯化鈉氯化鈉三種物質的分子是為H2O NaOH CACL2 則其分子量依序為何 那我們根據我們分子量的定義就是原子量加在一起H2O 那我們有兩個氢 一個氢是1 所以1乘2 加上一個氧16 所以2加16等於18 我們的NaOH有一個鈉 NaOH是23 加上一個氧16 加上一個氢11 所以就變成39加1 也就是40 那我們還有一個叫做氯化鈉 CACL2 它會有一個鈉叫做40 有兩個氯 一個氯是35.5 然後有兩個氯 叫乘以2 也就是40 加上71等於111 所以我們可以看的到第六題問我們說其分子量依序為何 我們答案選的是B 18 40 100 111 我们下期再见